基隆上宇林茶饮店老板将饮料搬下车 由立法员蔡思英服务处主任林明志代表赠送给基隆矿工医院的医护人员 为了感谢基层医护在第一线用生命守护民众健康 立法员蔡思英与基隆上宇林合募500杯饮料 在国际护士节当天分别送给基隆矿工医院 市立医院 三种基隆分院 部立基隆医院及基隆长根五大医院 以实际行动力挺医护 蔡幸立委目前还在确诊的区格当中 那他特别是邀请我们上宇林的董事长 杨董事长 还有相关的好朋友 还有群权格的群权格餐厅的相关朋友 一起来针对今天护士节这样的一个部分 来跟我们第一线的医疗人员来做鼓励跟赞助 因为确诊正在居家隔离的蔡思英也特别录了一段影片 向忙碌的第一线医护人员表达诚挚的感谢 思英在这边特别感谢我们所有的医护人员 也跟大家说声辛苦了 谢谢你们 在过去这两年多疫情的这段期间里面 思英看到我们的护理人员永远是第一线最忙碌的一群人 他们甚至要忍受高风险 或者是他们家人也要忍受高风险的一个状况 来为我们的国人的健康做第一线的一个把关 著名的群权格苏食餐厅与基隆无级御胜宫也共享盛举 赠送100份苏食便当给旷公医院医护人员 那我们也很感谢医护人员 他从头到尾都要被骂惨骂爆 那其实他们是真的很累 我们听到他们的心声的时候 我们真的觉得是他们是真的很辛苦 请大家不要再误解他们 对于外界的支持 匡众医院护理主任林子律除了感谢 也希望民众对医护人员多一点同理心 少一点责骂 这阵子真的第一线的人员很辛苦 那刚好今天又是碰到我们护士节 那针对医疗人员第一线 我们责无旁贷 但是希望多一点的鼓励 少一点的责骂 那也刚好今天是护士节 谢谢这些委员们 然后有看到提供一个饮料 让我们大家有感受到一点点欣慰 谢谢大家 在确诊人数不断攀升下 医护人员面临更严峻的考验 也是更需要加油打气的时候 蔡思雲也呼吁民众一起来力挺医护 平安度过后疫情时代 共同抗疫 亲户加油 记者张祈腾金融报道